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那个买房子不是一个道理吗 就是说不怕跌 一跌赶快去抢吗 现在大家都明白了 现在又回升了 现在这两天又回升了 就是抢多了 你说房子还是 黄金 黄金 不过呢 其实长期看啊 就这个是短期大家把它又买升了嘛 那长期看它国际营销还会跌吧 跌 我看了一下 咱不懂 我像高盛他们的分析都是把它看淡的 对 他们说啊 有时候要不说高盛有没有阴谋 我看还有的人说 这些大行他故意唱衰 让他大手 让他大手买进 还有一个说是这个就是 塞浦路斯出售黄金储备 导致 为什么出售黄金储备 就是欧洲的债务危机 那为什么要债务危机呢 你看这事都是连着的 因为德国那个总理啊 他是要上任的还是要不上任的 闹不清 要竞选连任 要竞选连任 对 他采取强硬手腕 就说你们不能靠我们德国人管你们 对吧 老是你们吃喝玩乐 我们德国人给你 不行 就说你塞浦路斯债务危机啊 你出售你黄金储备 于是呢 就出售了40亿港元 然后呢 有一个叫什么罗杰斯的 一个什么的又说 跟什么印度 是货大王吗 跟印度实行了某个什么税啊 有关系 等等很多原因吧 还跟中国第一季度的那个GDP 对对 本来预计是7.9 现在是7.7 就这么差0.2 影响世界经济的这个手票 中国首级的GDP 首级的GDP的数据 就是说他们说是落空嘛 宝巴落空 这真是 这个世界真是 本来以为GDP是为了维稳啊 现在发现这个全世界 因为世界上很多大的企业 他们都在跟中国做生意 所以中国的数据准不准 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 跟他们做生意的打算 都不一样 关系很大 所以呢 还有另外 黄金啊 我还知道 我原来读书的华东师大 有一个有名的经济学的教授 叫陈彪如 他有好几个 像是做彪行的 他有好几个学生 现在都是经济界的权威 包括联平啊 什么交通银行 首席经济分析师 有一次校庆 他们坐在一起 很严肃的讨论 就是人民币什么时候可以自由兑换 怎么变成国际货币等等问题 其中他们讨论的最多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中国的外汇储备里 黄金成分太少 这个问题是巨大的问题 我跟你讲一个简单的数字 没错 台湾的黄金就多 都是从我们边拿走 中国的外汇储备 现在高到什么程度 高到等于德国的一年的GDP的程度 但是只有一点几点 二点几点 那不高啊 那还不高 那很高啊 外汇储备 才等于一个德国一年的GDP 开玩笑 德国是全世界第四大 第四大 开玩笑 中国几年前还排在德国后面呢 我们泱泱大国的 才等于这一年的GDP 总之我们的外汇储备是最高的了 你们就最高的 但是请记住 美国和其他的欧洲国家 他们的外汇储备里 百分之三十是黄金 我们这百分之一点几还是二点几 所以很多这个国师啊 这经济 我们不懂 我完全外行 就我听到他们有这么个建议 就是说我们这么少 因为你想黄金少 我们就没买美国的国债 对不对 我们的这么多的钱 现在放哪里去 你说你 否则你买什么嘛 都是买的美国的国债嘛 所以很多人 所以这个是一个 他们在建议 就是说我们不懂了 是不是应该趁机 啪 多买一点 最近那个 冰岛那个女总理 带着他那个女夫人 不是来了吗 第一夫人 不就是商量 就是让求购吗 是不是让我们把冰岛买了呢 没那么严重 没那么严重 冰岛 你的同性恋治国 靠谱不靠谱啊 这个破产了 冰岛 是吗 这不关他的事 这跟同性恋没关系 太不关他的事吧 冰岛破产 是在他早在前几任政府的时候的事嘛 他现在过来收拾残局 而且他做的不相当 这不叫靠同性恋 太歧视了 这就是靠一个人 只是他恰好是同性恋 然后只不过现在他们做的还不错 我觉得冰岛跟爱尔兰都做的不错 就是这几个当年的金融风暴底下 最受打击的两个欧洲国家的是 因为那个时候这两个国家 基本上是完全是在做空 就完全是建立在泡沫上面 就炒金融 然后但是呢 后来一下爆的时候 爆的比谁都惨 但是现在我觉得他们起的不错 这几个恢复的很好 是吧 其实冰岛很利 富人的帮助很大 还是买冰岛还是买黄金的问题 不是真的 我们不用讨论了 很多天才都是同性恋的 你像达芬奇这种一代的巨人 达芬奇是吗 当然 都是说米开朗其罗 也都是 都是 你这玩意要不说他们有人爱同性恋 我们这一辈子活着 你现在你不是同性恋的 你就不叫天才 你就不叫人才 不过我不是很喜欢这种讲法 我觉得过往 我们一般人一般一谈说要帮同性恋说话 或者怎么样 就说你看同性恋出过很多人才 什么很多艺术家 我觉得这种讲法呢 有个危险 就是今天在我们的电影 大众文化里面呈现出来的同性恋者 是怎么样 比如说男同性恋者 就可能像张国文那种 很漂亮 斯文 干净 然后有才华 那么但是这种同性恋形象 它是非常中产的 它完全忽略了一个问题 就是同性恋人群是广泛的散布在各个社会 不能对同性恋的弱势群体不公平 对你比如说你看 其实说不定很多农民工 他们都 在城市面 他们里面说不定就有不少 但他们平常 他们不能坦然的 表示出自己的心情 没错 反倒你知道 然后他们就被压抑 你知道反倒过去 不是同性恋的那个民工 这个手拉手勾肩搭背 甚至睡在一个床上 他们倒是很经常 当时外国人都看了很吃惊 我怀疑就是很多比较底层的 如果有同性恋倾向的人群 通常不是严格意义上 西方现在讲的同性恋 很多就是双性恋 就是说他男的也 但是他所谓完全拒绝异性的 其实数量非常少 我觉得那是一个压力吧 就我今天我觉得常常在想 就是那些人他们的处境 比如说处在一个高度 被压抑的状况下 他们的社会责任 那个网络比别人都密集 他需要所谓密集 就比如说家庭给你的压力 你要传宗接代 或你要生孩子怎么样 那么所以这种情况 其实相当多 中国现在偶尔也看到一些采访 看到几个例子一些老人家 他可能到了五六十岁 才忽然之间出柜 说其实我社同性恋 我怎么样怎么样 你就看到 所以你可想而知 过去几十年的光阴 他处在那样的状态 他受到的侮辱 或者说他要承担那种沉默 因为沉默 有时候你被迫的沉默 也是一种羞辱 对 那种压力我们很难想象 文道讲的很重要 但是咱们今天要谈同性恋吗 你说你谈 你很喜欢谈人家的夫人吗 不是 我们说冰岛 最近就说冰岛 这个女夫人还是男夫人 就是这个 同性恋 来 你看这个反应啊 很有意思的 倒不是这个问题 我其实对同性恋呢 就上次咱们也讲过 我兴趣并不大 我认为呢 就说 当然了 你还是对异性恋 比较感兴趣 那这个要是另一个问题 甚至我觉得 就说 我也不是不能 这玩意一咬牙一跺脚 是吧 也可以开发 我这是我说的 下定决心 我说的兴趣 我说的兴趣不大 恰恰是因为 我是真的平常心 对吗 我认为等量器官嘛 一性恋 同性恋 也不 就是咱们 我是真的平常心 所以我甚至连好奇 都没有太大的好奇 但是我觉得呢 从这个现象里啊 可以分析 一性恋的这个社会啊 它是 特别是中国 它很有意思 你比如像讲 这个冰岛这个总理啊 他不是来了吗 中央电视台 新闻联播 不提及 他的这个夫人 他的夫人 介绍的时候 就是说 这部长 那部长 就是阿里克强 不提这个事 但是你以为 中央电视台不开放吗 不是 在中央电视台的 另一个节目里 新闻直播间 你看 这就他 他新闻联播 具有一个什么意义 对吧 然后他 他在中央电视台的 另一个节目 新闻直播间里呢 专门还做了一个专题 大谈特谈 他是带着夫人来的 甚至于这个节目的标题 就叫什么 好像是那些出柜的 什么政治家们 还是那些出柜的名人们 你明白吗 你从这个里边看出来啊 其实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中国很有意思 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开放的 相对别的东西来讲 对 比以前开放多了 香港最近争论 最大的一个案件 你知道吧 整天新闻上头条 变性人婚姻 就是一个变性人婚姻 这个在大陆反而不成问题 在香港是个巨大的考验 一个人 他做了手术了 变成了 从男变成了女的了 身份证护照都是女的了 他已经可以去女厕所了 他的证件都是女的了 可他现在要求 要跟一个男的结婚 不同意 因为法官判下来说 到目前为止的判下来说 结婚的一个责任 是要生育小孩 没有 那是控方律师 辩方律师 辩方律师 因为主要的温征杰 是在一个法律的程序 就是说 他的出生子 将往叫出世子 是女的 他性别确定 那是女的 是男的 是男的 虽然他后来身份证 也都说他是女 但是要跟那个出生子来看 他这有问题 然后呢 现在法官的讲法是说 这个问题 你们不能交给法院来解决 这是需要立法来解决 这是法庭无法处理的事 所以我觉得这个 你就可以看到 有些国家就很开放 我不只是说 在亚洲最厉害的 当然就是泰国 因为泰国的护照 是有三个性别的 你知道吗 对对对 泰国的护照 是有男性 有女性 有这个双性 中性 专门护照 专门有 因为泰国有太多人是 他不一定做变性手术 他可能就是男人 但喜欢异性为女 或者女性异性为男 这种例子太多 那结果呢 他从实际需要考虑 很多泰国国民啊 比如说他出国旅游 你就护照哪来 这不是男的吗 就你看 你是不是假装什么身份什么 你懂吗 这太多了这种事 所以 所以泰国呢 就该是护照上 给你加印个第三选项 全世界只有他 最近我刚刚作为第三性 访问了泰国 所以文道这个话题 转得非常好 就到家的感觉 我们就要本来是 讲这个黄金嘛 然后你看 他在这个扣子上 讲到了泰国 因为泰国呢 我又有联系 因为今天也很莫名其妙 他们一说黄金的事啊 我满脑子想起的啊 就是泰国的黄金 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 金光四色 我觉得这个泰国 咱们可以看看泰国的这个金 你瞧 这是他的那个大皇宫 再往下看 你看 这华金 就是金 你觉得真是往脸上贴金 你往下就是 黄金铺地 好家伙 你看这是金 这是你们同伴吗 不知道是不是同胞 来在下面看 比较像是同胞 你看这个金 好家伙 就说 你看这泰王的金 你再看下边 全是金 所以咱们就说这个金呢 它是这个传统上是皇家富贵 你看这是民间的这个佛 贴金箔嘛 金身 再看 这是泰国 我觉得是传国之宝了 他的所谓玉佛 我原来以为是白玉 其实是整块翡翠 翡翠 给佛穿上金衣裳 泰国卧佛 咱们去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 海南清水温 顶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菊 采无极之水 汇软酒精 年份软浇 五锦共酒 妇科炎症一反复 怎么办 找卫太医啊 卫太医排 盆盐浸胶囊 专业解决 小腹痛 腰酸冷 白带多 一反复 妇科炎症防反复 就用卫太医排 盆盐浸胶囊 这泰国啊 我真是有一个印象 除了这个第三性之外啊 泰王 泰王的这个权威 我还是可以给你看看 这几张照片啊 他们早都说了 街上到处 你看泰王 再看下边 这个机场 你看机场 机场这个这个大营门呢 从泰王的小时候 到他的结婚 你再看下一张 就泰王的一生 这样的大图片 在他的机场 曼谷的这个机场 这是鹰拉 我挺喜欢鹰拉 长得不错 是吧 这个鹰拉 鹰拉也单腿这个下跪 是吧 你要见他 这衣服穿的必须 真要正式一点 是吧 我有时候觉得 泰国那么热的地方 我都替我们鹰拉 觉得热的 有时候穿 他们就在泰王啊 你看 他穿的件 其实很热 很热 然后就每次泰王出来 要是去一个 很正式的场合 都穿的一件 很大的礼服 然后而且 他们见泰王的话呢 一定是要穿长袖衣服 不穿短袖 而且见泰王 不是单期贵 像鹰拉那个贵法呢 是看他 对他的像来贵 平常见泰王呢 的规矩是这样子 要在他前面 泰式的贵法 就首先是两个膝盖 一起并着 往一边地上倒下去 是浑身 就五体投地那种感觉 斜着吗 斜着的 斜身如此跪下去 然后就这个贵法 那右边不得来一下吗 不是 这朝一边 就朝一边 然后用这个贵法 是一种最尊贵的贵法 就比如说你建泰王 或者说是建资格特别高的法师 因为泰国 要英拉这么贵 我觉得很妖娇啊 是吧 这有点像我们万福 佛王于我看太多了 他们呢 因为在泰国 你除了泰王之外 就是几个大的法师 地位最崇高 那一般人都是 对他们下跪 那泰王呢 是只对这些大法师下跪 但那个对师父的贵法 就跟这种贵法不一样 因为他是佛国呀 佛国 所以呢 按照这个佛教这个系统啊 泰王应该是今天在世 不是唯一 我觉得也是唯一的 就是转伦王 对 因为这个佛教跟国王之间的 这个传统的结合啊 因为他信佛的 所以这种国王 他就是转伦王 活着的转伦王 而且你还真是 这个泰王啊 我认为他的权力啊 很值得研究 他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他不像英国的这个 伊丽莎白这种女王 他到现在为止 他是在位时间最长的 掌握是60多年了 60多年 而且你说这人啊 他其实是个欧洲人 我认为 他出生在美国 然后他这个基本上18岁之前吧 都在瑞士 包括他老婆 这都是从小送出去 跟咱们官二代 就是说在欧洲一直上学的 根本就是一个欧洲长大的一个人 只是他的哥哥那个就是 听说还挺邪的 是被刺还是怎么样 没错 被刺上 就死了 他是匆匆回国继位 年轻人回国继位 这泰王 而且你说他 你说他没权力吗 他的权力说是象征性的吗 可是呢 泰国的武装部队 咱就说军权呢 泰国武装部队 孝中不是老板政变吗 对孝中泰王 他搞政变 他孝中 他听泰王的 他这个孝中是实际 那个孝中 英国也孝中女王的 叫皇家 皇家海军 丹麦啊 什么那几个北欧国家啊 也孝中国王的 凡有国王军队都说孝中国王 可是 没说 但是是民意的 对 但是泰国不一样 泰国好几次 就是以前 那泰王是一个政治上 很有争议的一个人物 很值得现代的政治学家研究 就为理论上 他跟英国丹麦一样 是君主立宪制 对 但没有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君主 像他这样 就是说 比如说过去 他们国家发生政变的时候 最后要他决定 最后呢 是军头都出来 然后在他面前 然后他还很厉害 他手段很厉害 叫电视机来拍 对 叫那些政变的军头 在他面前跪 然后给他跪倒 然后他就一直就跪着 足一小时听他训话 没错 然后回去就把这事摆平 是那个样子 对 争议两派啊 就包括这个他信呢 他以前还有个总理 叫什么他农的 对 这都是一闹起来 你包括他向这个 学生示威啊 向学生开枪 太王打开皇宫的大门 放学生进来 保护学生 然后完了之后 就像他说的电视直播 那些个什么总司令啊 军方总司令 两个要到内战的边缘 然后两边一进皇宫 扑通就跪下了 跪下 当着电视 就训斥你 然后呢 他信你流亡 或者说那他农 你啊 他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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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自从换了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省电 安全 舒适 同时洗澡 洗碗 洗菜 热水都不断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你用了也会说好 幸福从不抽象 因为你知道他来自哪里 你专注于幸福的每一个点滴 我们在专注每一个你 猛牛 只为点滴幸福 而且据我所知啊 他们的人民啊 是真心的 就是对泰文那个敬爱啊 大街小巷 你看看的都画像 而且这个人是个人中龙凤啊 他是个作曲家 完全是乐 运动家 那个那种风帆运动 德国运动会得过大奖的 专业的啊 运动家作曲家 什么诗人 赛车手 文学家 赛车手 设计家 甚至是农业水道 这方面的专家 哎 你说这个国王 但是我觉得他有意思的地方就是 就像你讲的 他当年是完全绍不跟事 其实是有点像个playboy那种感觉 他不花 但是什么都爱玩 什么都玩得精 对 忽然回来接掌大位 那个时候啊 泰国王室的地位 不像现在高 就他刚接王位的时候 那个时候泰国是军头 操控一切 那泰王不是那么被重视 嗯 结果当时呢 我觉得泰王很厉害 这个泰王 他真有手段 他当时就把握了住了几个军头之间的矛盾 然后寻找机会 最后最决定性的是美国介入 我觉得 就冷战刚刚开始 那时候美国最怕的是什么 想看 美国最怕的是整个东西 是骨牌效应嘛 就从越南开始 全部倒下去 成了共产 赤化嘛 那要力挺泰国 那力挺泰国怎么办呢 他们要找一个意识形态 是能够对抗共产主义的 那就是佛教加国王崇拜 然后就捧这个泰王 然后那个时候 这个泰王两夫妇呢 就寻回全国 就一方面一个年轻的 现代化的 很帅的 很帅的 然后夫妇两都这样子 但是呢 他同时又是 又到处关心农民百姓 到处让人看到 他是非常劳苦的 跑遍所有的地方 让大家都觉得 我们国王 这是爱民如子啊 然后后来呢 他最盛大的仪式 就是他出家嘛 泰国人不都出家吗 你看他刚才那机场照片 有一张就是 然后他出家之后呢 他也学习的非常好 然后又传说 他学习的这个 休息的进度非常快 非常高 然后大法师都认证 他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后来 从那时候开始 他的身份就变了 就像你刚才讲 人家就认为 他是当代转伦法王 那么整个地位 一下拔高 然后就就就非常 就捧得非常非常厉害 所以他的权威是 就在他任内 他把这个王室的地位 拉到这个高的程度 在历史上历来 就是一个好的君王 这个国家和这个王朝 就非常发达 但是现代社会 并不成政党 一个国家的情报呢 跟君王 并不成政党 小的东南亚坎士 但整个世界坎士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说我有权利 但我不用